好,請看第二題喔 他說甲乙兩車做直線運動 然後呢,這是他的VT圖 好,第一個,他說如右圖所示 D0秒的時候呢,兩車在相同的位置 那請問你 3秒的時候啊,兩車 相距幾公尺 好,你看這邊 這個是VT圖對不對 還記得有講過嗎 VT圖下面的面積代表什麼意思 位移對不對,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說甲車好不好,請問你 甲車人位移是誰 是不是這個 紅色的嗎 好,請問你是什麼形 三角形,所以請問你,甲車人位移多少 甲車人位移 是不是底乘以高除以二,底多少底 我從一到三不是二嗎 高呢,五 所以就二乘以五除以二 五,五是什麼東西 我的位移吧,就是我走的五公尺嗎 會啦齁 好,這看乙車的 乙車的位移是多少呢 乙車的位移 來,這個我要用不同顏色的比 乙車是哪裡,這個 他講的就是這一段 所以他的位移是哪一段 知道嗎,這個,還有這個 有看到嗎 他的位移下面也有上面 所以代表位移是不是有負的對不對 請問你,下面的位移怎麼算 下面的位移不是一樣嗎 就是,底乘以高除以二 那個底段,下面這個應該是負四 這邊有沒有,這個點是負四 這裡是二,所以他的面積呢 就是,底乘以高除以二 還有,外加這一段 下面有沒有,上面這個長大小型的 這個是一,這個是二 所以一樣,一乘以二 除以二,所以總之的話 這個面積在這邊,負四嘛 加一,這答案就負三 好,然後呢 接下來開始看 代表什麼意思呢 是他們兩個人一開始在圓點 對不對,然後他呢 位移是五,所以他往這邊走,走了五公尺 位移是五 另外一個人呢,乙車呢 是往右邊,往左邊 走了負三 所以寫物理,距離的話 相距幾公尺 是不是拿五,減掉,負三 就答案,距離就是八 所以答案寫字是豬 好,這裡把他寫上去